你我进来 还管我要钱 我在这吃饭 没给过钱呢 住手 你没事吧 我就是让他结账 可是他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上来打我 杨丽 你看你们这服务员 我带这个朋友过来吃饭 他去让我买单 吓你的狗眼 我买过他吗 表弟 你吃饭买单 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你为什么要打我的服务员呢 我打他怎么了 我打他 那就瞧着起他 他什么身份呀 你别忘了 我是你表弟 是 没错 你是我表弟 但是 你也不能打我的服务员呢 杨丽 我就问你 你是笑着他 还是笑着你表弟我呀 还有 以后再让我见一次 我当一次 表弟 我的服务员一个月才挣三千块钱 如果今天让你这一桌跑单了 他这一个月 那可就白干了呀 表姐 我就问你 今天这个单你到底给不给我免 表弟 你一年来我的饭店吃二十多次饭 免单我就给你免十八次 今天你更过分了 还打我的服务员 郭雅丽 你不要以为 你有俩凑钱 你就飘了 想要钱是吧 我现在就给你大姨打电话 哎妈 我老雅丽点吃饭呢 她居然问我要钱 哎 她怎么想的啊 什么玩意儿啊 好啊 你把大姨叫过来 大姨正好 还欠我十顿饭钱 今天咱们就老账心账 一起算 小白 她打了你几下 表弟 一下一万 你总共打了她三下 也就是三万 去年你在我的饭店里 总共消费了十五万二 没有结账 我记得 你还拿过我客户的两瓶红酒 价格是三万 这些总共加起来 是二十一万二 你给我二十一万就行了 今天 你必须把这个钱 当给我结了 郭雅丽 你别太过分了 你居然为了个臭服务员 让我买单 我告诉你 你这么做 什么人会支持你的 知不支持 不是你说了算的 人在做 天在看 公道 自在人心 人道的光 照在了那地上 把每个 黑暗的地方 全部都照亮 只要打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